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詹姆熊熊哥 我們這一集從右後方來拍攝 看看三次的出竿動作是不是都很OK 另外三個打點 一點鐘 兩點鐘 跟接近三點鐘 那都是中賽 我們來看他的母球跑的力道距離 還有往第三顆星 或者碰到第三顆星的點在哪裡 那我就觀察站點在這個二號跟三號 來看看ikoì 還有往第三顆星的水 要放在一塊水的時候是可以放在一起 他們先覺得在四個車裡面 我要放在一起 要放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号跟三号球 他这个第三颗星的落点很接近 但是我们发现到为什么下赛差将近两点到三点 但是为什么这个三号球照到底他的旋转值会更大 会到第二颗星的时候他角度会更拉大 往左边偏上碰到第三颗星 但是因为你接近三点钟 他的推杆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弱 那走得慢因为母球力颗星比较远 他走慢的情况之下 虽然他旋转值比较大 但是他碰到颗星的时候 因为桌面的摩擦力已经磨损掉了 消耗掉了我们这个旋转值的转的圈速 简单讲就这样子说 所以他变成旋转值也被这个磨掉以外 不够旋转再来跑的速度变成碰到第二颗星的时候 转动力量变成移动力量也会减弱 所以他会跑的比二号球感觉比较慢 但是他们碰到第三颗星的点差不多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二号球跟三号球是观察的重点 那各位不妨可以自己也试试看 做一个比较 那顺便检视自己的出肝 我不够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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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